今天跟家人出來吃晚飯 就是在我家住一間月式餐館 這一間就是剛剛轉了手大約三年 以前是叫三和的 道販就很幸運 不是一粒是榮優 做了幾十年了 讚夠了 年紀很大了 又沒有子女不接手 就把這間餐廳買到 就給了這一間 現在改了叫做醉鮮 今天來試吃的東西 喝茶喝過就OK的 吃飯就沒來過 我在這個城市 現在開的餐廳 全部都是東北菜 四川菜 很辣的那些 比較適合在中國 四川東北省來的那些人吃的 但是很多菜館就不是很多 沒有什麼開的 那這個是唯一一間的廣東星的菜館 還有十幾間的 但是也是很小型的 那在加拿大你吃晚飯 一般來說 所有餐館都會給你一個荔湯 那這個荔湯都OK 都很濃的 味道都很濃的 不錯 就是不是那些 一般人來吃美精湯 或者是混水湯 都OK的 現在已經是冬天 所以開始凍了 所以要穿上那些 衣服 不過在加拿大 那些都很濕 有暖氣 可以穿太厚的衣服 太厚的衣服 就會遇到你飛起 一般來說 穿這些比較單行 不容易 因為已經做了十幾間就夠了 當然 如果你要在外面 穿太厚 就要穿太大衣服 叫了一隻 片皮鴨 那片皮鴨 其實就是我們 就是山東人的 北京烤鴨 和那些 但是因為 很常見平 所以在加拿大 絕大部份的 粵菜餐廳 或者餐館 都會有 片皮鴨 叫做片皮鴨 所以要吃地道 真是很正宗的 北京烤鴨 有些山東菜餐廳 北京烤鴨 還有香港 香港的 北京烤鴨 都可以 這裏就可以了 零食 很容易 你落花了 快點麵不好 謝謝 趁熱吃 這麼好不好吃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 片皮鴨 好 好 好 我呢 都很專門吃 北京烤鴨 不過呢 通常都是一塊 起兩塊 一般來說 因為呢 還會叫很多其他菜 對不對 那麼這裏 這個北京烤鴨 這個片皮鴨 都做得OK 雖然它是廣東人 但是都不差 或者因為它本身 都很專門做燒辣 所以呢 做得皮都很脆 但是嚴格來說呢 那切法是不對的 因為我以前的家 要切到呢 是很薄的皮 不是太大力的 不過現在改了 無所謂 那我其中一個小小 他喜歡吃 蜜棧山蠔 但這裡沒有 那這裏叫做 蜜棧山蠔 好熱 對 我按下去就馬上 好熱 蜜呢 我是一般的 除了是炸生蠔 或者是那些 外國人 smoke in 那些小蜜仔 那些小蜜仔 我好我一般的 吃 小蜜 我整天跟家人 去樓房山吃 那些炸生蠔 雖然我不吃蜜 雖然我不吃蜜 都要試一試 這個 炸生蠔 昨天 東廣州炸得不錯 油很少 但炸得很脆 三蠔都很肥 很新鮮 那片皮鴨呢 我們容易吃 我們用生菜包 因為吃些生菜都好 你可以斬件的 那我們山東人 北方人 我們在香港吃 就是什麼呢 就是 將它的鴨架 拿去煲湯 或者用黃牙白 很好味的 那這裏呢 就不是這裏呢 但多數一般來說 就是斬件 也就是生菜包 咯 咕嚕肉呢 是我從小到大 都喜歡吃的 送去春天 我都會叫的 沒辦法 你喜歡不喜歡吃 我很喜歡吃的 但不是每間都吃得很好的 吃了我 喜歡吃的咕嚕肉 OK啦 不是太甜又 不是太酸 OKOK 40分 不是每間 煲湯肉也好吃的 很難的 你別人不簡單 越簡單的菜 越簡單的菜 越難做越難做 但是呢 這裡OK啦 叫了半隻風沙雞 風沙雞 我又很好吃的 我又很喜歡吃 趁熱吃 凍了不好吃的 那它的風沙炸鱔 真的不錯 所以吃得夠仔 很好吃 平炸得很脆 它的肉也很軟 這個就是八珍盆豆腐 豆腐呢 我就是喜歡吃 豆腐花 豆漿 芝鹽豆腐 臭豆腐 或者是斑岩豆腐 鍋 八珍豆腐 我最喜歡吃的 豆腐芝 前幾天我在網上 看過這個餐廳的評論 有一個人留言 說這些菜 上得很慢 但今天我來試 就非常好 我覺得上得很好 因為它不像有些酒樓 六七八個菜 一夜上來 它就是一個菜 吃 差不多沒有了 它再上一個 一個菜 再上一個 那我發覺 這樣才可以保持 那些食物的 就是炸的 那些菜 都夠熱 夠熱 夠炸 好像那些人 一拿上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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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食物是最好的 我覺得 差不多吃了百分之七十 另外再上另一個食物 因為今天 只剩下我們這幾個人 不是很多人 所以就叫了這幾樣菜 平時我們家的人 到齊 就可以叫多點食物 都OK 有飯 有麵 有雞 有鴨 有鴨 有蠔 這套是我叫的 八真爬豆腐 今天叫我這麼多菜 這隻八真爬豆腐 我覺得很便宜 一來賣相不太好 雖然料很多 那 豆腐很便宜 但其他家人的菜都可以 很好 只有這個 不能 因為我去過很多地方吃的 八真爬豆腐 你拿上來的款式 你都很喜歡 馬上就想吃 這個就OK 便宜 吃飯 跟家人聊天 說話 慢慢吃 那些會容易軟的食物 就先吃 其他的就可以 一邊聊天 慢慢再吃 現在是八點鐘 但是呢 很多人一路一路這樣來 開到好像十點到十點 我就不知道 這樣呢 生氣很好 好啊 他幾時喝醉的 他幾時喝醉的 他這裏的份量 其實說實話 都很不一樣 你看我們幾個人 吃了這麼久 還有這麼多剩 在這裡 所以 如果你是說 份量 都應該叫做OK 就是給他打 一下 公道一下 終於吃飯了 希望大家喜歡我這個時間 如果可以的話 請記得我 給個LIKE 分享給你朋友看 拜拜 吃完飯 又到賣單時候了 總共的菜 價錢 是152元 加拿大 是要給HST稅的 就是19.76元 加上稅 一共171.76元 這裡一般來說 小費最少都要給10% 你喜歡的話 可以給15% 15% 又有很多人 就會給20% 尤其是在外國餐館 封劍隨意 看你自己怎樣 但如果你是經常去開的 熟餐館 服務很好 那你就多一點點 這個就是今晚這一餐的價錢 很普通的晚飯 沒有什麼特別的名貴珍貴的菜 比較多人認識的就是片皮鴨 咕嚕肉 咕嚕肉 炸生蠔 都是很一般的食貨 只要跟家人一齊出來吃頓飯 就是這樣 吃完晚餐 這樣就用我自己個人的感覺來給分 食物的品質 我給它70分到80分 但是 一定要以不同的菜式來講 但是有一兩個菜是值80分的 但是有一個菜 就是 我不是很喜歡的 因為就是豬肉 豬扒 很肥肉 多於瘦肉 百分之差不多 40都是肥的 要扣很多分 那我下次就不會叫這個 但有一兩個菜 就OK的 做得很好 Overall來講 都值70分 環境氣氛裝修 這間就肯定沒有了 但是為什麼它拿到70分呢 就是因為它 好有一種街坊感覺 它的客人都是那些 家人 朋友 一齊出來聚餐 氣氛很開心 看到大家都吃得很開心 聊天聊得很好 那就是給它70分 那就是給它70分 那些服務員 那些服務員 是很有禮貌 很好的 那一就是不夠人手 所以好像 好像我們吃了很多碟菜 它都沒有來幫我們換過碟 那其他所有大部分的餐廳 酒樓 不論大小 差不多你去見到 你的碟有些東西在 它就會幫你走來換的了 那還有呢 好像 我們已經吃完東西 給了單 那那個服務員 才記得 哎呀哎呀 還有糖水 忘記得上啊 紅豆沙 那我們都無所謂 都走了 那這個問題就是呢 因為它不夠人手 那希望可以 尤其是呢 是那些 week end 譬如五六日 那客人多的時候 你最好就請多一兩個 part time 那你就會服務 就不會那麼 會好些 衛生呢 它就不是說很差 但是呢 它的地下呢 不知道是不是有些客人 不小心倒了一些東西 或者它 它有點油膩啊 這樣呢 走起來都要小心一點的 那或者它那個 尺寸呢 地下不是用地毯呢 是尺寸的 尺寸呢 不是防滑那類 或者防滑的 不夠咯 啊 或者剛剛好像我所說 是有人 不小心倒了一些汁 在地下 所以呢 我覺得有些 如果老人家 走過要小心一點 或者普通人 都要小心 所以呢 我就給它68分 地點呢 就值90分 因為在一個很大的 shopping plaza裡面 那你就停車位很多 又有很多 小型的 不同國家的小餐廳 所以呢 有時候你去到 好像我們那樣的 有時候去到某個地方 突然間見到隔離 啊 想改去地方吃東西 那你就可以有很多地方去選擇 那你又可以呢 那你可能只要給他 吃完晚飯 吃完午餐 或者吃完中飯 再去買菜 那你都可以 那你也好方便 那你隨便便了 那你便坐下 那你便可以 lenses 那我便給它70-80分 那你呢 那你為什麼呢 那你又有些菜呢 那你便不太貴 那你也不可以說貴 那你便要高了一點點 那你便可 那你便好 那你便可以講 那你便宜了 那你便是 那你便吃兩百分 那你便 Good 那你便带 那便是 那你便便 总平均分我个人觉得值70分 70分已经很高了